大家好我是舞秋風 上一次我介紹了近期五個最重要的更新喔 那個很多人在下面留言說 1.9 1.9很重要啊為什麼沒有列入 對那個因為我說的是近期 近期的定義我把它定義為十個版本喔 那個1.9剛好是第十一個版本 而且1.9是2016年更新的 至今已經過去六年了耶各位 也不算近期了吧 不過不可否認 它是minecraft裡面最重要的一次更新啦 如果把它列入排行榜 絕對是第一名啦 對那個今天有鑑於這個版本這麼重要 我就特別來介紹一下 它到底有更新了什麼重要的更新喔 首先第一點我們1.9的更新名字叫做 戰鬥更新啦 沒錯齁就是現在這個拿著盾牌 然後灰不能灰太快不能連點齁 早期的攻擊都是這樣子一直點一直點一直點的齁 現在加入了攻速系統 所以你要灰一下等一下灰一下等一下 等它CD結束齁 然後那個痾劍的CD時間比較短 那斧頭CD時間比較長 喔對齁 講到斧頭 早期根本沒人在拿斧頭打架的阿 全部都是劍阿 現在才有這種齁 而且 早期要防禦是把劍橫過來防禦 現在是用盾牌齁 嗯對 就是多了一個工具 而且還多了副手 副手你可以放其他東西進去齁 像我可以放我的控制桿杆 就有副手系統齁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終界大更新了 我們的終界 終界龍的打法 在1.9之後 徹底改變 就變成現在這個樣子齁 那個你們應該很熟悉了 我就不再講了 已經六年多沒更新了 終界外面 還有終界島嶼 終界 嗯 哥萊植珠 終界城 終界船 終界浮棒 噢 就是這麼多東西啦 噢還有 翅膀 翅翅 也是這一代在加入的齁 不過這時候的翅翅 沒有辦法用煙火繼續就可以啦 所以 使用性來講 沒有現在這麼高 那個 用煙火這件事情 是1.11的時候才更新的 對 噢也是從這一代開始 我們的龍席 可以撈出來了齁 做成這個 呃 滯流藥水 對 藥水的種類也不多囉 雖然 沒有這麼多人在玩這種東西 第三個我覺得影響深遠的更新 就是這個了 經驗修補的附魔書 現在簡稱叫修補而已啦 沒錯 自從有了修補這本書之後 我的天啊 裝備不會壞了 早期你可能要一直去挖鑽石 因為裝備會壞嘛 壞掉之後 再換一個 壞掉再換一個 然後附上耐久 讓他比較晚壞 對比較不會壞 自從1.9之後 不用啦啦 對不對 等你挖到一套鑽石裝之後 接下來就是想辦法 搞到附魔書 或是直接拿到有附魔修補的 那個鑽石裝喔 你的鑽石裝 從此以後 就不用擔心再壞掉了啦 鑽石的效力 在這裡打折了一下 總之你不需要挖這麼多鑽石 不用那麼辛苦了啦 接下來我們來介紹第四點 很重要 1.9的更新 叫做中文輸入 沒錯 早期 在minecraft裡面 1.9之前 你要打中文 你要裝一個 中文輸入模組 你才能打中文 必裝喔 因為為了要裝中文輸入模組 所以你就會連一些 雜雞雜八的模組一起裝喔 所以早期的玩家 這個 裝模組的技能 是必點的啦 現在 欸 因為官方已經支援 中文輸入了 直接在遊戲裡面 打中文 所以 阿 模組 已經可以 現在很多人都不會灌模組了嗎 早期誰不會灌模組 早期灌模組 是必備技能 好不好 第五點 我覺得1.9很重要的一個更新 就是 字幕齁 一般玩家聽得到聲音 可能沒有什麼感覺啦 不過對聽障人士來講齁 這個 確實還蠻重要的 欸 聽不到聲音 但你可以看到字 是 這也是難怪一堆人都叫我們 要用字幕齁 影片要有字幕 是不是 有有有 這一部有齁 除了上述這五點 顯而易見的更新之外呢 其實在1.9還更新了 所有生物的AI齁 枯弓變得更準 更容易射爆你齁 各位 就是在1.9之後 所以 做出盾牌要你舉盾嘛 最後呢 跟大家講一個小趣事齁 為什麼 1.9會有這麼多 如此重要的更新 原因是因為他拖了 最久 才更新啊 各位 1.8發布之後 到1.9更新 一共經歷了 545天 一年多啊 是兩代更新 最久的一次 所以 造就了如此多的更新啊 最近大概都是 一年一發 半年一發 或是 就是這個頻率在更新啊 已經沒有到這麼久 才更新一次了 對 這一次更新真的 超級久齁 其中 1.9的快照版本 就發布了 56個 也是目前為止 發布最多快照版本的更新啊 所以 這個更新影響之大 大家可以想像齁 好啦 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相信在秋風介紹完畢之後 大家又重新再認識了一次1.9齁 雖然是6年前更新了 不過還持續影響minecraft至今啦 不知道1.20會不會更新掉一些 1.9的我覺得很難啦 畢竟 要再一個500天不更新 現在的 現在的 玩家們也受不了吧 對不對 我們下次再會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哪個字包括 還有你的 我們下次見